设计是布农族的传统技艺之一 每到四五月份各个部落会陆续展开 卓西乡第一场就从清水部落开始 族人穿上传统服饰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也都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参加 透过设计与展演还有部落传统文化技能的禁忌 不仅让族人可以了解技艺文化内涵 也象征共同温习老祖先所流传下来的生活技能 设计是布农族的传统技艺之一 每到四月以及五月份各部落陆续展开 卓西乡第一场就由清水部落 族人穿上传统服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也带上家里的孩子前往参加 由齐老领唱 随着歌声摇摆 唱着古老的歌谣 台上认真的分享 台下则是听着陶醉 从清水部落设计之后 北中南区每个部落将陆续办理设计 透过设计展演以及部落传统技能的禁忌 不仅能够让族人了解技艺文化的内涵 更象征共同温习老祖先所流传的生活技能 运用智慧永续传承 记者高松双卓西乡采访报道